第491章,这两个熊孩子也太妖孽了,水龙岛外围,继续攻击,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悬空而立,沉声喊道,他是此次进入这下品古神秘境中,所有冰雪神殿弟子中资格最老,实力最强的,负责同管所有进入古神秘境中的冰雪神殿弟子。 虽然对于冰雪神殿这样的神界顶级势力来说,让弟子突破到神徒并不难,但古神秘境中的神性不一样,不仅突破更容易,还有机会获得古神传承,此后能形成古神秘境。 哪怕是下品古神秘境,生前至少也是神王级别。 一个神王的传承,哪怕是对于一个顶级势力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 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势力会嫌弃一套完整且强大的传承。 来充实自己的底蕴。 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古神秘境中的神性传承之后,被传承者可以无视天赋,一路畅通无阻地修炼到古神生前的境界。 也就是说,如果能有信货的这个下品古神秘境的传承,哪怕是一个毫无天赋的人,也能修炼到神王之境。 那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天赋并不好,否则也不会在这个年纪还末突破到神徒。 但他身份特殊,是冰雪神殿某位长老的后人。 此次所有进入古神秘境的冰雪神殿弟子,可以说都是为了帮助那位老者抢夺神性,助他获得古神传承的。 一旦获得传承,只要不被杀死,他就可以畅通无阻地修炼到神王之境。 杀! 重冰雪神殿弟子怒吓一声,双手快速结印。 一部分维持冰雪领域,一部分施展出冰雪风暴,一部分穿梭于冰雪风暴之间发动攻击。 而在水龙岛上,一条条树时丈长的蓝色巨蛇,张嘴吐出一道道水龙卷,在周围形成一片水墓,将所有的冰霜之力隔绝在外。 这些蓝色巨蛇的头顶长有一根长长的独角。 七寸之处,长有一双小巧的蓝色肉翅。 嗡! 那一根根长长的独角,击射出一道道蓝色的光芒。 没入水墓之中,在这些蓝光的加持下,冰雪神殿众弟子的冰霜之力,竟然无法将那水墓冻结。 外来者,你们不要欺人抬善,再不撤出水龙湖。 羞怪我们大开杀戒了。 在水龙岛中心,有一条树百丈长的蓝色巨蛇,整个庞大的上半身盘旋在空中,吞吐蛇性。 宇气森寒帝说道,这些外来者,一来,就用冰霜之力冰冻了整个水龙湖,导致他们的实力无法完全发挥出来。 但并不代表,他们就只能坐以待毙。 知识内秘术代价太高,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使用。 老者冷声道,水龙皇,你若是主动将水龙皇冠交出来,我们立即撤裂。 如此看来,只能不死不休了。 水龙皇冷哼一声,那双巨大的蛇眼之中闪烁着阴冷的光芒。 水龙皇冠是他所有能量的精华所在。 一旦失去了水龙皇冠,他实力全废。 和死了也莫区别。 不死不休。 你们也配。 老者冷笑一声,显然并没有将水龙皇的话放在心上。 水龙湖都被冰冻了。 这些水龙无法调动水龙湖中的水能量,只能靠着自身的能力作战。 在这些水龙之中,只有水龙皇达到了半步神徒境界。 其他水龙都在繁尽巅峰。 与冰雪神殿弟子的实力根本没法比。 水龙皇冷哼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扶下那庞大的身躯。 转身游走了。 老者眉头微皱。 心中涌现出一股不安。 那家火必竟是古神秘境五龙之一。 是古神武脏所化。 谁也不知道这些家伙隐藏着什么样的手段。 就在这时,他存放在须弥界中的冰雪令震动起来。 手一挥。 将冰雪另取出。 便听见一道声音响起。 冰老。 我是负责一号位的傅雪飞。 刚扶寄了一波前来寻找水龙皇的澳天帝国弟子。 斩杀大半。 逃走数人。 抓到了两名小孩添娇。 这两名小孩是那群澳天帝国弟子领头女子的外孙。 那女子手上有火龙皇冠。 我欲将两个小孩带回水龙倒关起来。 等那女子来救。 到时候可趁势将其火龙皇冠抢过来。 火龙皇冠。 老者目光一闪。 赤焰神殿的那群家伙不是去火龙山卖了吗? 竟然没抢到火龙皇冠。 还让澳天帝国的人将火龙皇冠抢去了。 她的脸上露出一丝狐疑。 对这信息的真假有些怀疑。 冰老。 二号卫伏击了一群狼狈逃窜的澳天帝国弟子。 位守的一名女子头上带着火龙皇冠。 他们已经跑了。 要不要追击。 就在这时。 她手中的冰雪令再次响了起来。 看来是真的了。 老者眼睛微眯。 沉思片刻后。 拿起冰雪令激活后回到。 带上所有人追上去。 能抢到火龙皇冠就抢。 抢不到就放他们进来。 说完后。 她又用另一种手法激活冰雪令后。 到。 傅雪飞。 将那两个孩子带来水龙岛。 好的。 冰老。 很快冰雪令就有了回应。 突如其来的消息。 打乱了老者的思绪。 让她暂时忘记了水龙皇说过的话。 连弓打水龙岛的指挥权都交给了另外一个半部神徒。 她则一心思考着如何将那各拥由火龙皇冠的奥天帝国女子引进来。 在她看来。 水龙岛的水龙皇冠已经是她的囊中之物。 没有必要太过关注。 那个自己送上门来的火龙皇冠。 才是她现在要重点关注的。 等她降落在水龙岛外围的临时营地中。 等待片刻后。 便见两个半部神徒带着两个委屈巴巴。 眼含热泪。 约莫四五岁的小孩子破空而来。 大坏蛋。 等我姥姥来了。 把你们全杀了。 那个小女孩还呲牙咧嘴。 乃兄乃兄弟威胁着。 但那双含着泪滴的双眼中。 却始终带着一丝害怕。 把你们全杀了。 小男孩也跟着附和。 但他的胆子似乎比小女孩更小。 半边身子都躲在小女孩身后。 只有说话之时才探出头来。 说完之后又迅速缩了回去。 这魔小。 老者愣了一下。 这可是古神秘境啊。 怎么会有这魔小的小孩子? 冰老。 别看他们小。 却是货真价实的繁境巅峰。 天赋妖孽。 可惜太小了。 战斗精艳机差。 一个半部神徒说道。 这魔小的繁境巅峰。 以前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呀。 难道是奥天帝博隐藏的妖孽天骄? 老者眼中满是震撼。 他对两个小奶娃的实力没有任何怀疑。 毕竟这是下瓶古神秘境。 只有繁境巅峰才能进来。 第492章。 老爷爷。 他们看上去好凶。 老者再次看向那两个小奶娃。 眼中逐渐露出了邪恶的神色。 这两个小奶娃如此妖孽的天赋。 如果能将其转嫁到自己身上。 何愁不能突破到神徒。 甚至更高的境界。 突然之间。 他倒是觉得那火龙皇冠莫那么重要了。 如果能将这两个小奶娃带回去。 收获更大。 当然。 五龙皇冠也是必须要抢的。 若是运气好获的古神传承。 是可以畅通无祖修炼到神王境界的。 与天赋高低无关。 片刻后。 老者看向那说话的半部神徒。 道。 傅学飞。 这次你做得不错。 先回你的位置上继续守着。 这两个小奶娃交给我就行了。 傅学飞犹豫了一下。 说道。 好吧。 他招呼另一个同伴。 转身离去。 老者看向楚心和楚臣。 露出一个自以为很和善的笑容。 问道。 小娃娃。 你们叫什么名字? 楚心头上的土龙皇冠早已取下来收进了须弥界中。 闻眼抹了抹眼角的泪水。 警惕地看着老者。 问道。 老爷爷。 你是坏蛋吗? 老者连忙摆手摇头。 用和矮的语气说道。 我这磨和矮可轻。 怎么会是大坏蛋呢? 我刚刚不是还将抓你们来的大坏蛋赶走了吗? 楚臣眨了眨大眼睛。 拉了拉楚心的衣角。 说道。 姐姐。 好像是哦。 这个老爷爷看上去不像坏蛋哎。 看上去的却像是好人。 楚心打亮了老者两眼。 赞同地点了点头。 对对对。 老夫一向原和善。 绝不可能是坏蛋。 老者连连点头。 旁边的那些冰雪神殿的弟子都忍不住翻起了白眼。 这家伙可从来都与和善两个字不沾边啊。 那我们相信你了。 老爷爷。 楚心一脸天真的说道。 放心吧。 有我在。 没有人敢欺负你们。 老者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语气和矮的说道。 你们还没告诉我叫什么名字呢? 楚心抹干净眼中的泪水。 奶生奶气的说道。 老爷爷。 我叫爱吃肉。 楚臣也擦了擦眼睛。 奶生奶气的说道。 老爷爷。 我叫爱烤肉。 是他弟弟。 爱吃肉。 爱烤肉。 众人面面相觑。 这名字还能再假一点吗? 老者嘴角微微一抽。 说好的相信哪。 连名字都用假名。 奶来的信任。 这两个熊孩子。 取假名字都不能取得像样点的吗? 爱吃肉。 爱烤肉。 这名字傻子都听出来是假的。 老爷爷。 你怎么了? 楚心伸出雪白的小手。 在老者眼前晃了晃。 疑惑地问道。 老者回过神来。 笑着摇摇头。 指了指旁边的那几个半步神徒添娇。 说道。 末世。 你们先在这休息一会儿吧。 有什么需要跟他们说就行了。 楚心眨了眨大眼睛。 有些啪啪弟问道。 老爷爷。 他们是不是坏蛋啊? 看起来好凶。 老者回头看了那几个半步神徒添娇一眼。 眼睛一瞪。 呵斥的。 都板着个脸干什么。 都给我笑。 鸡人闻言。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老者满意地点了点头。 回头看向楚心和楚臣。 笑道。 他们知识长得有点凶。 但并不是坏蛋。 楚心歪着小脑袋。 打亮了那几人一眼。 一脸嫌弃地说道。 可是。 他们笑起来好丑。 非常丑。 楚臣连连点头附和。 老者回头看了一眼。 都浓道。 是有点丑。 不过丑归丑。 他们还是很温柔的。 这样吗? 楚心眨了眨大眼睛。 背住一双小手来到其中一个半步神徒天骄面前。 仰着小脑袋看了他一眼。 随后抬起小脚丫一脚踩在他的大脚上。 啊。 那名天骄抱着脚。 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冲着楚心怒吼道。 你这该死的熊孩子。 信不信我把你冻成冰雕? 呀。 楚心吓了一跳。 连忙躲在老者身后。 指着那名天骄说道。 老爷爷。 你看。 他一点也不温柔。 这魔凶。 吓死我了。 老者转头看向那天骄。 呵斥道。 你给我安静点。 别吓着孩子。 冰老。 他踩我。 那天骄一脸委屈。 他那磨大一点。 踩你一脚怎磨了。 痛你也要给我忍着。 老者冷声说道。 那天骄嘴唇动了动。 终究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心里很疑惑。 这老家伙今天是怎么了? 竟然对那两个熊孩子这磨合气? 殊不知。 老者是想要给两个熊孩子留下良好的印象。 这样才好将他们骗去冰雪神殿。 用秘术剥夺他们的天赋传驾于自己身上。 当然。 这些话自然是不能说出来的。 即便是冰雪神殿的弟子也不能说。 好了。 你们就在这休息。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老者看向楚心和楚臣。 柔声说道。 老爷爷。 我还是很怕。 我能再试试磨。 楚心拉住老者的手。 一脸怕怕地说道。 是什么? 老者强忍着不耐。 尽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柔和。 楚心没有回答。 而是再次向那个天赋走了过去。 那天赋嘴角微微一抽。 这里这魔多人。 这熊孩子为是魔老师抓住自己不放吗? 他已经打定主意。 不管这熊孩子对自己做什么。 都绝对不生气。 楚心养着小脑袋。 打量了那天赋两眼。 随后抬起小脚丫。 重重地踩在他另一只脚上。 啊。 那天赋又抱着另一只脚惨叫不宜。 下意识地怒吼道。 熊。 刚说了一个字。 就看献老者那杀人的目光。 顿时一个机灵。 连忙说道。 我。 莫是。 一点事也没有。 说着还将被踩的那只脚放了下来。 走了两步。 每走一步都倒吸一口凉气。 一瘸一拐的。 看上去很是滑稽。 楚心大眼睛一眨。 来到那天娇身后。 抬起雪白的小手。 一巴掌拍在他的屁股上。 强大的力量直接将那天娇拍倒在地。 那天娇惨叫一声。 眼中充满了屈辱和怒火。 猛地从地上翻身而起。 身上有冰冷刺骨的寒意涌动。 但一接触到老者那杀人的目光。 那天娇终究还是怂了。 强行露出一丝笑容。 说道。 末世。 我没事。 他们这些天娇之是普通天娇。 而老者是冰雪神殿长老的后人。 和他们的身份相差太过悬殊。 更何况。 老者虽然天赋差。 但在半步神徒这个境界待了很多年。 实力也不是他们这些刚进入半步神徒的后背能比的。 无论是身份。 还是实力。 都在他们之上。 他们哪敢反抗。 只是。 这熊孩子竟然当作打他的屁股。 这让他心里感到无比的耻辱。 而且。 屁股上火辣辣的痛。 他体内的冰雪规则之力根本就无法消除那种疼痛。 就好像有某重能量在阻隔他的冰霜之力。 事实上。 他并不知道。 有一柄半截小指大小的金色小剑。 顺着他的屁股钻入了他的体内潜伏起来。 嗯。 现在温柔了。 楚心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来到另一个天骄面前。 抬起了雪白的小手。 啪。 啪。 一声声清脆的巴掌声。 夹杂着耻辱的惨叫声。 响彻天界。 但有了前车之剑。 这些冰雪神殿的天骄不敢反抗。 甚至都不敢露出愤怒的情绪。 被打了屁股。 心中明明耻辱到了极点。 却还要笑脸相迎。 违心地说着默示。 老者看着那熊孩子打屁股打得很是欢快。 甚至还招呼小男孩一起打。 不禁眼皮直跳。 但为了给两个熊孩子留下良好的印象。 他也不能发火。 甚至都不能去阻止。 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个熊孩子将这附近的冰雪神殿天骄都打了一遍屁股。 可他心里又有些疑惑。 这两个熊孩子到底是真的天真? 还是伪装出来的? 没有人知道。 两个熊孩子每打一次屁股, 就会有一柄半截小指大小的金色小剑, 或者金色小刀, 顺着屁股没入他们的体内潜伏起来。 打完屁股后, 楚心和楚臣向老者走来。 楚心眨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精致的小脸上带着天真的笑容。 奶生奶气地说道, 嗯, 老爷爷说得没错。 这些叔叔虽然长得丑, 但是都很温柔。 老者嘴角微微一抽, 苍老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说道, 我说得没错吧? 他们都很温柔的。 对, 非常温柔。 不像以前那些大坏蛋。 我们打他们的屁股。 他们还要杀洗我们。 这些叔叔就不一样。 我们打他们的屁股。 他们都不反抗。 还对我们笑。 楚臣那张肉嘟嘟的小脸上 也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还回头对那些揉着屁股。 哭丧着脸的冰雪神殿天骄 露出了一个赞赏的笑容。 竖起了肉乎乎的大拇指。 楚心闻言。 转头看向楚臣。 纠正道。 笨蛋弟弟。 不是杀血。 是杀死。 是杀血。 没错啊。 楚臣点了点头。 死。 不是血。 楚心再次纠正道。 是血啊。 我没说错啊。 楚臣眨了眨大眼睛。 一脸无辜。 死。 跟着我念。 死。 楚心小嘴张合。 慢慢念了两遍。 血。 血。 楚臣跟着姐姐念了一遍。 但念出来的发音总是不标准。 当然。 在他听来。 自己念的。 和姐姐念的没有任何区别。 是血。 不是死啊。 楚心逐渐暴躁。 激动之下。 自己都念错了。 楚臣一脸认真地纠正道。 姐姐。 你念错了。 你念错了。 是血。 不是血。 啊。 楚心一边跺着脚。 一边用两只血白的小手在自己的头上胡乱抓了两把。 终于崩溃。 他总算是明白爹爹以前教弟弟认字。 说话时候的暴躁情绪了。 也终于真正地明白了爹爹说的那句。 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 是什么意思了? 片刻后。 他深吸两口气。 让自己的心情平复。 随后瞪了楚臣一眼。 放弃纠正了。 他摇头一叹。 小大人般的叹息一声。 都浓道。 唉。 小孩子的崩溃也在一瞬间啊。 楚臣眨着大眼睛。 一脸无辜。 他觉得自己没说错啊。 卫石魔姐姐这么暴躁。 仲天骄差点笑出声来。 忽然觉得这两个熊孩子其实也挺可爱的。 但这一笑。 牵扯到屁股上的伤。 疼得他们倒吸一口凉气。 再也笑不出来了。 老者看着两个熊孩子。 为了一个发音争得面红耳赤。 摇头一笑。 就这两个小屁孩。 能有什么复杂的心思? 看来是我多虑了。 他看着楚心和楚臣。 说道。 爱吃肉。 爱烤肉。 你们放心地在这休息吧。 我还有事。 要先离开一会儿。 去吧。 去吧。 楚心挥了灰雪白的小手。 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瞪着楚臣。 显然还没有消气呢。 老爷爷。 你要快点回来哦。 你比他们都温柔。 我喜欢跟你玩。 楚臣转头看向老者。 眨了眨圆溜溜的大眼睛。 一脸天真的说道。 第493章。 这些大蛇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放心。 我会很快回来的。 老者点点头。 转身看向那些天骄。 叮嘱道。 好好照顾他们。 若是让我知道。 你们暗中欺负他们。 我亲手废了你们。 他们只要不跑。 想要什么, 就给他们什么。 记住了吗? 是。 冰老。 众人奇奇点头。 原本还想等老者离开后。 好好教训一下这两个熊孩子。 以洗刷心中的耻辱。 现在看来。 只能打消那点小心思了。 老者转头看了楚心和楚臣一眼。 随后转身离去。 楚心瞪了楚臣一眼。 转头冲着老者的背影挥手。 用稚嫩的声音大喊道。 老爷爷。 如果我姥姥来找我们的话。 你要把她带进来哦。 好。 莫问题。 老者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回应的语气却很温柔。 等老者离开后。 楚心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在那几个天骄身上转悠。 吓得击人捂着屁股连连后退。 你们干嘛跑那么远。 我又不打你们。 楚心眨了眨大眼睛。 别了别嘴。 都浓道。 就是啊。 我和姐姐很善良的。 楚臣也连连点头说道。 你们善良。 谁家善良小孩专打别人的屁股啊。 我看你们就是两个小恶魔。 仲天骄在心中暗暗吐槽。 同时。 他们也在心里猜测。 兵老为什么这魔窝在意这两个熊孩子。 之前听傅雪飞说。 这两个熊孩子不是来自奥天帝国吗? 他们的姥姥还有火龙皇冠。 按照正常的计划不是应该将这两个熊孩子关起来。 然后等他们的姥姥来救人。 再将他们一网打尽吗? 温柔的大叔们。 这里太无聊了。 你们这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楚心好奇地问道。 仲天骄齐齐摇头。 他们是来这里练沙水龙皇的。 又不是来这里玩的。 哪有什么好玩的。 楚臣小眉头一皱。 说道。 那你们带我们到处转转总可以吧? 这里真的很无聊哎。 仲天骄面面相去。 相识半想后。 其中一人说道。 兵老说过。 只要他们不跑。 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知识带他们转转。 也不算为令吧。 有道理。 那就走吧。 仲天骄点点头。 带着楚心和楚臣在水龙岛外围转忧起来。 却不知。 两个小奶娃左顾右叛奸。 将他们在水龙岛的布房尽收眼底。 与此同时。 离开水龙岛的傅雪飞两人。 正在快速地向一号位破空而去。 忽然。 另外一人开口说道。 我们要不要通知兵老。 那两个熊孩子有炸。 傅雪飞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说道。 你不怕体内那柄金色小剑炸了。 那人神色微变。 顿时闭口不言。 在抵达水龙岛之前。 那个女熊孩子在他们身上拍了一掌。 将一柄半截小指大小的金色小剑送入了他们体内。 还威胁他们说。 如果乱来。 就引爆金色小剑将他们炸得粉碎。 虽然不知道那熊孩子说的是真是假。 可他们不敢赌啊。 算了。 等这里的事结束后。 暂时不回神界了。 随便找个下界躲起来。 以他们的实力倒也能逍遥自在。 水龙岛外围已经逛完了。 再往里面就要进入战场了。 水龙岛外围某处。 一名天骄轻声说道。 他生怕说话的声音大了。 将这两个熊孩子吓哭。 到时候去冰老那里告状。 那他可就惨了。 哇。 好多大蛇呀。 楚星看着空中冰雪神殿众弟子与水龙之间的交锋。 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不断地在那层水墓之后搜寻水龙皇的踪影。 但并没有发现带有皇冠的水龙。 大蛇。 那是水龙。 很厉害的。 最喜欢吃小孩了。 另一名天骄下虎道。 吃小孩。 楚星眨了眨圆溜溜的大眼睛。 晃着小脑袋。 奶生奶气地说道。 谁吃谁还不一定呢。 那些大蛇看起来也很好吃的样子。 行动计划与吃烤肉并不冲突。 抓点水龙来烤。 对他们的计划并无影响。 更何况。 他们已经水龙岛外围观了一遍。 对冰雪神殿的布防料如指掌。 接下来。 唯一要做的。 便是等待时机。 吃。 几个冰雪神殿的天骄文言。 都愣了一下。 那可是水龙啊。 最低都是梵晶后期的存在。 其中,梵晋巅峰也是数不胜数。 最降的水龙皇也达到了半部神徒境界。 而且,实力远远超过普通半部神徒。 即便是他们之中最降的冰牢。 单打独斗恐怕也很难取得优势。 面对如此强大的族群。 他们想的知识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斩杀水龙。 这熊孩子。 居然想到了吃。 果然是小屁孩。 这脑回路和成年人就不是一个事件。 一旁的楚臣文言。 也兴奋地说道。 你们能去抓一条水龙回来磨? 我给你们烤肉吃。 我烤的肉可好吃了。 烤肉? 众天骄相视无言。 这两个熊孩子的脑回路都不正常。 没看见那边正打的热火朝天磨。 其中一名天骄摇头说道。 那些水龙的水木防御非常降。 仅凭我们根本打不进去。 不过。 在这外围。 还有一些刚斩杀不久的水龙尸体。 要不我去给你们带一些过来。 楚臣小眉头一皱。 勉强点了点头。 说道。 行吧。 虽然没有钢杀的新鲜。 但也能将就一下。 鸡鸣天骄,七七翻了个白眼。 随后其中一人破空而去。 很快便拖着一条数十丈的水龙返回。 楚心取出斩天剑。 将那条水龙抽筋包皮。 还用一个个大盆将水龙的血液结下。 用来煮血旺汤。 等到血液结得差不多了。 他才取出玉瓶。 倾倒出。 洗碗水。 清洗水龙肉。 另一边。 楚臣则取出烤肉架。 大锅等。 用。 洗碗水。 清洗一遍。 那气息。 感受到那。 洗碗水。 的气息。 仲天交接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 是。 净世之水的气息。 没错。 就是净世之水。 我绝不会感应错。 这熊孩子竟然降净世之水用来清洗水龙尸体。 实在是暴殲天物。 仲天交低声议论。 震惊不已。 你们说。 兵老会不会就是为了他们的禁世之水。 所以才对他们这魔客气。 忽然。 有一名天骄低声问道。 不能吧。 若是为了这禁世之水。 直接杀了他们强不是更快。 另一名天骄反驳道。 说的也是。 仲天交赞童帝点了点头。 这时。 楚心那奶生奶气的声音响起。 弟弟。 先把血旺汤煮一下。 水龙肉马上就要弄好了。 好的。 姐姐。 楚臣转头看向那几个还在发呆的冰雪神殿添骄。 说道。 你们愣着干什么。 赶紧的。 把那些水龙血端过来。 我要煮血旺汤了。 哦。 鸡人回过神来。 手一挥。 一道道冰霜之力漫延而去。 将那几十个大盆全部取了过来。 也不知道这两个熊孩子末世带着魔多盆干什么。 还有烤肉架。 大锅。 他们还真是来这古神秘境中游玩的呀。 仲天交在心中无语地吐槽。 这可是古神秘境啊。 谁竟来不是在须弥界中装满有用的东西。 比如福传。 镇石。 丹药等等。 这两个熊孩子倒好。 竟然装这魔多过碗瓢盆。 还有烤肉架。 这哪是来探险的的。 不过。 看到两个熊孩子倒过烤肉。 他们也放下了心中的警惕。 虽然这两个熊孩子天赋妖念。 几岁就到了繁静巅峰。 拥有进入古神秘境的资格。 但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战斗力。 只会倒过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威胁不大。 楚臣看了看大盆里的水龙血。 惊讶地发现已经凝固了。 不需要自己用特殊的秘法将其凝固了。 他转头看向那几个冰雪神殿的天骄。 赞赏地点了点头。 说道。 干得不错。 待会儿多给你们吃点肉肉。 鸡鸣天骄像是无语。 谁想吃你们的烤肉啊? 只要你们不乱跑。 想烤多久就烤多久。 他们没有任何意见。 至于吃这熊孩子烤的肉。 他们从未想过。 一个看上去不过四五岁的小屁孩。 就算从酿胎里就开始烤肉。 那技术也好不到哪里去。 楚臣没有在里会众人。 肉乎乎的小手接连挥动。 刀器闪烁。 将凝固的血液切成小块。 随后香剂倒入大锅中。 又撒下一些辅料。 他小小的身体飞在空中。 抱着那把有好几个摊纳摩大的锅铲。 轻轻地向前推了推。 将锅里的辅料均匀地融合在汤中。 他的动作很轻。 很慢。 防止将那些血旺弄烂。 冰雪神殿的锦铭天骄望着他的动作。 又看了看那直径足有鸡杖的大锅。 真担心那熊孩子从空中掉进锅里。 把自己给煮了。 弟弟。 水龙肉处理好了。 这时。 楚臣的声音再次响起。 仲天交转头看去。 只见那个小女娃扛着数十丈的水龙。 将其放在了那数十丈长的烤肉架上。 好嘞。 楚臣应了一声。 来到烤肉架前。 小手一挥。 一个特殊器皿凭空浮现。 向烤肉架的火槽内倾倒入炙热的岩浆。 顿时间。 一股恐怖的炙热气息四散开来。 这是。 火龙岩浆。 鸡鸣冰雪神殿的天骄。 望着那寝客肩铺满数十丈距离的岩浆。 脸上露出一丝错愕。 对啊。 这可是我们在火龙山收取的。 用来烤肉非常方便。 楚臣点点头。 说道。 考虑到姐姐说过不能暴露实力。 所以,她不能使用神文之火。 好在还有火龙岩浆。 用来烤水龙肉也勉强够用了。 众天骄像是无语。 这两个熊孩子竟然收火龙岩将来烤肉。 只能说。 这熊孩子是个人才。 第494章。 水龙黄反击。 冰霜诸神阵。 在火龙岩浆铺满火槽后。 温度急剧攀升。 很快。 烤肉架上的水龙肉便开始滴油了。 楚臣飞在空中。 对那几个冰雪神殿的天骄说道。 快。 帮我把水龙肉翻个面。 可别烤糊了。 既然不能暴露实力。 它自然不能施展出神魔法相。 也不能施展出神文之力。 只能让那几个冰雪神殿天骄帮忙了。 既然相识无语。 这熊孩子烤肉。 怎么看都有点不靠谱啊。 不过。 为了不让熊孩子生气。 他们还是听话的照做了。 鸡人腾空。 伸手一挥。 各自凝聚出一只冰霜巨手。 顶着那只热的高温。 抓住滚烫的水龙肉。 合力将那数十丈长的水龙翻了个身。 楚臣则在空中来回穿梭。 肉乎乎的小手接连不断地挥舞。 撒下一片片辅料。 给烤肉上位。 再翻个身。 撒完一面。 楚臣又乃生乃气地大声喊道。 锦明天骄再次合力。 将水龙肉又翻了个身。 楚臣又继续倾撒辅料。 还不忘回头看一眼大锅。 说道。 姐姐。 水龙血旺汤可以吃了。 你先吃着。 好。 楚心点点头。 来到大锅面前。 取出一个大碗盛了一碗。 然后取出小椅子。 一屁股坐下。 悠闲地喝了起来。 血旺汤离开大锅后。 那浓郁的香味向四处飘荡。 嘶。 好香啊。 金鸣冰雪神殿天骄齐齐秀了秀。 顿时眼睛一亮。 回头看向楚心手中的大碗。 闻住那扑鼻而来的香味。 狂咽口水。 原来那熊孩子煮的血旺汤竟然震磨香。 那大锅竟然能将香味锁住。 实在是出人意料。 赶紧翻身啊。 别分心。 待会儿给你们一人盛一碗。 楚臣撒完这一面的辅料。 看着顶着血旺汤发呆的仲天骄。 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大声说道。 哦。 好。 鸡人回过神来。 顿时干净十足。 在众人的齐心合力之下。 用了大半个时辰。 终于将水龙肉烤好了。 顿时间。 那诱人的烤肉香味也飘散出来。 嘶。 这烤肉也好香啊。 仲天骄盯着那金灿灿的烤肉。 直咽口水。 开吃吧。 想吃哪里就切哪里。 楚臣肉乎乎的小手一挥。 笑嘻嘻地说道。 好。 鸡鸣天骄顿时眼睛一亮。 各自飞到自己喜欢的肉断前。 窃下一大块烤肉。 然后又飞到大锅前。 用冰霜之力凝聚出一支支晶莹剔透的冰碗。 各自己自己成了一碗汤。 冰碗之中。 冰霜之气混合在热气中弥漫在空中。 看上去有些梦幻。 哇。 这冰碗看起来很好用的样子。 刚咬了一口烤肉的处心。 见到这一幕。 圆溜溜的大眼睛都亮了起来。 一溜烟飞到鸡人面前。 说道。 给我也来一支冰碗。 要大一点。 行。 一鸣天骄点点头。 直接用自己的冰霜规则之力凝聚出一支超大版的冰碗。 在冰霜规则之力的加持下。 血旺汤的热气还不足以将这冰碗融化。 但冰碗中自主散发出来的冰霜之气。 却能快速给血旺汤降温。 方便食用。 楚心端着那巨大的冰碗。 再次给自己成了一碗血旺汤。 美美地喝了起来。 储臣健壮。 也要来一支大冰碗。 一边喝。 一边点头说道。 这冰碗喝血旺汤还真不错。 得让他们多弄一些大冰碗出来。 附近休息的冰雪神殿弟子。 闻住那诱人的香味。 好奇之下。 也纷纷赶了过来。 从那几个天骄口中得知两个熊孩子的身份。 以及那烤肉和血旺汤的美味之后。 也纷纷加入进来。 吃完烤肉。 喝完血旺汤。 楚心和楚臣又拿出瘦奶喝了两口。 楚心转头看向那些摊在地上。 揉着肚子。 满脸满足的天骄。 说道。 温柔的大叔。 帮我冰冻一下呗。 还有我的。 楚臣也将自己的奶瓶递了过来。 众天骄像是无语。 但还是凝聚出冰霜之力将两个奶瓶包裹起来。 利用那刺骨的含义。 迅速让奶瓶里面的瘦奶达到制冷效果。 片刻后。 他们散去冰霜之力。 看着那不断冒着寒气的奶瓶。 说道。 差不多了吧。 嗯。 楚心和楚臣点点头。 拿着奶瓶喝了一口。 顿时眼睛都眯了起来。 太好喝了。 两人嘴里吐出一股寒气。 齐齐赞叹道。 而接下来的时间。 两人时不时地就烤一条水龙来吃。 而他们烤肉的美味,也在冰雪神殿所有弟子中传递。 越来越多的冰雪神殿弟子前来蹭肉吃。 老者发现之后,起初还有些顾忌。 害怕被下毒。 但接连几次之后都没有任何异常。 这才放心地加入进来。 随后的几天时间。 吃熊孩子的烤肉成为了冰雪神殿弟子战斗之鱼最渴望的事。 甚至有的弟子杀了一条水龙后。 就迫不及待地拖着水龙来找楚臣。 让他帮忙烤肉吃。 但没有人发现。 在他们吃下烤肉,或者喝下血旺汤的瞬间。 有一丝金色的能量顺着烤肉或者血旺汤流入了他们的体内。 这些金色能量没有任何能量波动。 若非肉眼看见,是完全察觉不出来的。 轰隆。 几天后,水龙岛最中心,忽然传来一声惊天巨响。 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荡漾开来。 怎么回事? 重冰雪神殿弟子腾空而起。 寻注声响望去。 只见水龙皇七寸之处的肉翅不断地震动。 一股股鲜红的能量涌现。 片刻后, 他张开巨大的舌嘴。 喷吐出一股血红色的液体。 没入水墓之中。 原本清澈的水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便成了血红色。 好。 与此同时, 所有水龙都直起身子。 肉翅震动。 舌嘴大张。 喷吐出一股血红色的液体。 瓮。 水墓彻底变成血红色。 并有一丝丝血红色的液体渗透进覆盖水墓的冰霜之中。 将那洁白的冰霜都染成了血红色。 并且, 以恐怖的速度顺着冰霜。 向冰雪神殿的众弟子蔓延而去。 撒手。 老者健壮。 急忙大喝。 所有正在攻击水墓的冰雪神殿弟子。 纷纷收手击退。 但有繁静巅峰的弟子反应慢了一拍。 没能及时收手。 被那血红色的液体顺着冰霜之力渗透进他们体内。 那些弟子的眼睛逐渐变得血红。 身体各处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涌现出一抹红色。 凄厉的惨叫声响车天际。 下一刻。 红帝一生。 那些变红的冰雪神殿弟子直接炸开。 化作漫天血水。 四溅开来。 一些躲闪不及的弟子。 被血水溅洒在身上。 就如同墨水浸染在纸上。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整个身体蔓延。 等到血色遍布全身。 整个身体也瞬间炸裂。 化作漫天血水洒落。 哇。 好可怕。 楚星和楚晨相互捂住对方的眼睛。 两双圆溜溜的大眼睛在指缝里眨压眨。 远离血水。 老者沉声大喝。 眼神无比阴沉。 知识请客间。 冰雪神殿的天骄就损失了十几个。 要知道从进入古神秘境以来。 总共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大的损失。 这让他心里充满了愤怒和杀机。 他也没想到水龙竟然还隐藏着如此凶残的杀招。 这根本不在神界的记录之中。 不过。 作为古神武藏所化的生灵。 有一些保命手段也不奇怪。 而且。 这种保命手段一般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否则水龙群早就使用出来了。 先撤退。 他们持续不了多久。 老者大手一挥。 众人立即腾空而起。 远离水龙岛。 楚清和楚臣也在那几个天骄的。 守护。 下。 飞在空中。 问。 一条条血水所化的血龙在空中盘旋而来。 一些来不及逃离的冰雪神殿弟子, 顷刻间便被血水吞噬。 好在。 更多的弟子还是及时地逃离了水龙岛。 血龙停在空中。 并没有追上来。 忽然俯冲而下。 撞击在被冰冻的水龙湖上。 星红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整个水龙湖的冰层蔓延。 滑啦。 整个冰层都化作血水融化。 水龙皇停止了喷吐血水。 发出震天嘶吼。 水龙群好似得到了某种指令。 纷纷停下了喷吐血水。 摆动巨大的蛇身。 以极快的速度向水龙湖游动。 阻止他们进入水龙湖。 老者沉声大喝。 大手一挥。 漫天兵剑瞬间浮现。 向水龙岛上的水龙群发动了攻击。 大部分冰雪神殿的弟子也纷纷施展出各自最强杀招。 扑斥。 冰箭锋利。 杀伤力巨大。 顷刻间便穿透了十几条水龙的身体。 咔咔。 强大的冰霜之力迅速向水龙身体蔓延。 想要将它们彻底冰冻。 然而。 在这些水龙身上涌现出大量的血水。 瞬间浸染冰霜之力。 反而将那些冰霜之力融化成了新的血水。 就连它们身上那些被冰箭穿透的身体。 也在血水的浸泡下迅速愈合。 老者眉头微皱。 这水龙的神通还真是难缠。 冰老。 水龙湖冰冻不了。 一名冰雪神殿弟子急声说道。 老者回头看去。 只见那些冰雪神殿弟子不断向水龙射出庞大的冰霜之力。 可这些冰霜之力进入血色的水龙湖根本就无法起到冰冻的作用。 反而被血水融化。 扑通。 就这片刻功夫。 那些水龙已经钻入了水龙湖中。 一声声嘶吼从水龙湖中传出。 射人心魄。 同时。 有一股股强大的气息从水龙湖中传递开来。 但在那诡异的血水掩盖下。 众人根本感受不到这些气息是从哪里传来的。 滑了。 忽然。 一条巨大的血色水龙从湖中探出巨大的上半身,并张开血盆大口。 咬住一名冰雪神殿的繁境巅峰弟子。 将其拖进了血色水龙湖中。 只听一声淒厉的惨叫声后,便再也没有了动静。 滑了。 一条又一条血色水龙不断地展开突袭。 将一名名来不及反应的冰雪神殿弟子拖进水龙湖。 姐姐。 我们要不要出手。 楚臣躲开一条血色水龙偷袭后。 拉了楚心的衣角。 低声问道。 那血水能挡住冰雪神殿弟子的感应。 却挡不住他们的感应。 他们能清晰地感应到水龙湖下面那密密麻麻的血色水龙具体的方位。 不用。 那个老坏蛋还是很厉害的。 楚心摇了摇头。 低声说道。 老坏蛋。 楚臣闻言。 抬头看向了人群中的那名老者。 果然见到那老者,虽然愤怒。 却并不惊慌。 步冰霜诸神阵。 就在这时。 老者大喝一声。 第495章。 老爷爷。 水龙皇冠能送给我完布。 沙那间。 所有冰雪神殿的弟子闻声而动。 在水龙湖上空穿梭。 按照一种特殊的方位站定后。 快速掐动手印。 问。 一道道白色光柱。 从水龙岛外围四周升腾而起。 击射向天空。 那是他们之前在水龙岛上埋下的阵机。 此刻被他们用特殊秘法激活。 一层白色光柱从空中浮现。 并迅速向整个水龙湖蔓延。 如同一个巨大的白色护罩。 将水龙湖罩住。 冰霜神剑。 诸神。 老者和所有冰雪神殿弟子快速结印。 随后, 众人手中各有一道冰霜能量驻击射向天空。 梅入白色光柱之中。 问。 下一刻。 一柄柄雪白的巨剑从白色光柱之中缓缓浮现。 冰冷刺骨的寒意和凌厉无情的剑意交织。 震人心魄。 在那雪白的巨剑之中。 还流动一缕缕奇异的能量。 那是神徒才能拥有的神力。 哇。 姐姐。 这个什么诸神阵看上去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楚臣抬头望着天上那密密麻麻的冰霜巨剑。 眨了眨大眼睛。 惊讶地说道。 楚心闻言。 颇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低声说道。 要是能抢过来。 带回大石村。 以后就没有人能威胁到大石村了。 有道理。 待会儿让那老坏蛋把布阵方法教出来。 楚臣转头看了那老者一眼。 小声嘟咙。 老者心里咯噔一下。 好似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 四周扫视一眼又没有发现异常。 便以为是来自于血色水龙。 哗啦。 正巧此时一条条血色水龙从水龙湖中钻出。 发动突袭。 再次拖住几个来不及躲避的弟子跌落水龙湖。 激起滔天巨浪。 老者的目光阴冷。 饱含杀气。 苍老的大手一挥。 斩。 随后所有刚刚躲开水龙袭击的冰雪神殿弟子。 纷纷掐动手绝。 牵引着那些冰霜神剑向水龙湖坠落。 密密麻麻的冰霜巨剑。 覆盖了整个水龙湖。 声势之浩大。 生平难见。 瘟。 强大的能量波动。 让水龙湖都激荡起来。 隐藏在水龙湖下的水龙群也变得若隐若现起来。 小心。 这是冰雪神殿的诸神阵。 威力恐怖至极。 注意躲避。 潜藏在水龙湖某处的萧灵儿等人。 见到那从天降的冰霜巨剑。 也是脸色大变。 不断地在空中来回穿梭。 于冰霜巨剑夹缝缝之中躲避。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王兰西有些担忧地看向水龙岛的方向。 对两个小外孙的安危很是担忧。 浩婆婆不用担心。 那两个小家伙聪明珠呢。 而且, 他们实力那磨墙。 若真有危险。 肯定会闹出极大的动静。 到时候, 我们再去支援便是。 萧莲安慰道。 嗯。 王兰西点了点头。 一边躲避冰霜巨剑的攻击。 一边不注定看向水龙岛的方向。 眼中依旧带着浓浓的担忧之色。 轰隆。 铺天盖地的冰霜神剑落入血色的水龙湖中。 即便是那些能融化冰霜之力的血水。 也无法融化这些蕴含着强大剑意和神力的冰霜神剑。 片刻后, 一声声淒厉的嘶吼从水龙湖下传出。 同时永献出一朵朵更加鲜艳的血花。 一条条体型庞大的水龙尸体也随之浮出水面。 姐姐! 这些水龙还能吃吗? 楚臣望着那些血色的水龙。 疑惑地问道。 楚心眨了眨大眼睛。 摇了摇头。 说道。 不知道啊。 要是不能吃可就太浪费了。 吃了土龙黄。 火龙黄。 不能吃水龙黄就太遗憾了。 嗯。 楚臣点了点头。 圆溜溜的大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自信非凡地说道。 姐姐放心。 我们的洗碗水可以洗净一切不干净的东西。 就算这水龙黄不能吃。 用洗碗水洗一下应该就摸问题了。 有道理。 楚心闻言。 非常赞赏地看了楚臣一眼。 伸出雪白的小手。 拍了拍他的小肩膀。 夸奖道。 不错嘛。 弟弟。 终于聪明撂一次。 那当然。 我已经长大了。 马上就四岁了。 楚臣昂着小脑袋。 得意地说道。 好。 一声愤怒地嘶吼从水龙湖中传出。 随后便见整个水龙湖以脚下这片水面为中心。 开始缓缓旋转起来。 形成一个庞大无比的血色漩涡。 隐约间能看见一条条血色的水龙在那漩涡之中快速游动。 这巨大无比的漩涡便是通过它们不断游动。 来带动血色湖水旋转而形成的。 血色漩涡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 恐怖的吞吸力从漩涡之中传出。 湖中所有的一切都被漩涡吞噬。 到后来。 甚至漩涡上空的冰雪神殿弟子都感受到了那恐怖的吞吸力。 起初还能抵挡。 越到后面。 吞吸力越大。 渐渐地有人抵挡不住。 被吞吸进漩涡之中。 伴随着一声淒厉的惨叫声后。 便再也没有了任何动静。 斩。 老者再次沉声大喝。 又是密密麻麻的冰霜神剑从天而降。 不过这一次。 那些神剑在降落在漩涡上空时。 受到漩涡的吸力影响。 纷纷偏移了原本的轨迹向漩涡中心坠落。 根本没有对那些水龙造成伤害。 老者眉头微皱。 脸色顿时阴沉起来。 这些水龙比他想象中更加难缠。 外来者。 若你们就此退去。 本皇可以既往不救。 水龙皇的声音从水龙湖中传出。 听上去依旧中气十足。 可隐隐地却能察觉到一丝疲惫和焦急。 老者温言。 眼睛反而亮了起来。 朗声道。 继续攻击。 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是。 重冰雪神殿弟子齐声大喝。 随后继续操控冰霜神剑攻击。 而老者手中出现一枚令牌。 那是他的真神父亲给他保命用的。 封印住他父亲的一招神迹。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肉痛。 随后快速掐动手绝。 以自身的冰霜之力激活令牌。 顿时间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生腾而起。 冰天雪地。 伴随着他一声大喝。 令牌之中释放出恐怖的冰霜之力。 像整个水龙湖覆盖。 咔咔。 这一次。 那涌动的血水再也无法融化这蕴含神力的冰霜。 血水逐渐被冰冻。 变成血色的冰。 那高速旋转的漩涡。 也在这蕴含神力的冰霜之下被冻结。 形成一个层层血冰的螺旋状漏斗。 在这漏斗之中。 还有一条条被冰冻的血色水龙。 看上去美轮美奂。 哇。 好漂亮。 楚心和楚臣瞪大眼睛。 一眨不眨地盯着那螺旋漏斗。 两张小脸上都露出了喜欢之色。 水龙黄。 这次我看你如何挡。 老者冷声说道。 虽然为了让他能够操控这神迹。 他父亲特意将神迹威力削弱了无数个层次。 可即便如此。 也不是一群繁尽巅峰和神徒能抵挡的。 他原本是用来防备赤焰神殿和澳天帝国的人。 在最后的古神山上使用的。 没想到被这群水龙提前逼出来了。 此刻的他。 心里充满了怒火。 宁。 他双手再次结印。 口中大喝一声。 便见水龙湖的冰层中骤然凝聚出一根根冰箭。 主。 老者手绝一变。 无数冰箭在冰层之中穿梭。 无情地穿透了那些水龙的身体。 吼。 水龙皇拼尽全力破开冰封冲天而起。 向那老者凌空飞去。 肉翅剧烈震动。 血盆大口一张。 喷吐出一股巨大的血溅。 向老者积事而去。 老者一惊。 没想到水龙皇能破开冰封。 连忙身体向旁边偏移。 只听扑斥一声。 血剑洞穿了他的左臂。 该死。 老者怒吓一声。 一掌拍在肩膀上。 直接将左肩全部震碎。 左臂掉落的瞬间。 便化为血水。 洒落在冰层之上。 咔咔。 冰霜之力涌出。 将左肩伤口冻住。 防止血液喷涌。 死吧。 老者壮弱疯狂。 操控冰霜神剑从天降。 穿透了水龙皇的身体。 吼。 水龙皇发出不甘的嘶吼。 庞大的身体坠落在冰面上。 发出轰隆巨响。 终于死了。 幸存下来的冰雪神殿弟子纷纷松了口气。 水龙群的实力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导致此次损失惨虫。 不过幸好。 他们总算是成功了。 老者身体一闪。 出现在水龙皇尸体上空。 伸手一抓。 向那巨大的水龙皇冠抓去。 费了这磨大劲。 死了这磨多天叫。 为的就是这水龙皇冠。 到时候, 再加上那两个熊孩子姥姥手里的火龙皇冠。 他就有两个皇冠了。 想到这。 他的脸上都忍不住露出一丝兴奋的笑容。 咻。 就在这时, 两道小小的身影破空而来。 先他一步抓住了水龙皇冠。 并将其取了下来。 嗡。 金色的能量涌动。 水龙皇冠急剧缩小。 顷刻肩变成了正常人类头部大小。 老爷爷。 这水龙皇冠能送给我玩魔。 楚心晃着手中的水龙皇冠。 眨了眨圆溜溜的大眼睛。 一脸天真的问道。 你找。 老者勃然大怒。 身上涌现出恐怖的杀意。 但很快又消散无踪。 脸上再次露出和蔼的笑容。 柔声说道。 乖。 把水龙皇冠给我。 我带你去其他地方玩。 那里有更多更好玩的东西。 不要。 不要。 我就要水龙皇冠。 楚心连连摇头。 一边说一边将水龙皇冠带在了自己头上。 转了一圈。 问道。 你看我漂亮不? 不? 第496章 该死的熊孩子。 你算计我。 听话。 把水龙皇冠给我。 老者的语气虽然依旧柔和。 可眼神却有些不耐烦了。 这水龙皇冠他废了这磨大惊。 死了那磨多人才拿下。 怎么可能送给这小屁孩。 不要。 我就要水龙皇冠。 我就要水龙皇冠。 气哄哄哄地说道。 熊孩子。 你找死。 老者的耐心被耗尽了。 语气森寒帝说道。 呀。 老爷爷变坏了。 楚心双手抱着小脑袋。 腾空而起。 一脸警惕地看着老者。 楚臣飞到楚心身边。 一脸认真地说道。 姐姐。 也可能是坏爷爷变老了。 好像有道理。 楚心闻言。 重重地点了点头。 看向老者的眼神越发警惕。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只要不死就行。 老者沉声说道。 此刻他已经受了伤。 不想再动用能量。 是。 鸡鸣天骄异常兴奋地冲了过来。 他们就是之前被楚心打了屁股的那几个天骄。 心中一直憋着一股耻辱。 如今终于可以报仇了。 熊孩子。 我非得把你屁股打烂。 一名天骄直奔楚心而去。 眼中闪烁着疯狂。 楚心眨了眨大眼睛。 伸出雪白的小手。 指向那天骄。 口中哪声哪气的轻吐出一个字。 砰。 话音一落。 那名冲杀而来的天骄身体突然一震。 停在了半空中。 扑扑扑。 下一刻。 一道道气小的金色小剑从那天骄体内暴尸而出。 带起一道道血剑。 啊。 那天骄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从空中坠落。 重重地摔在冰面上。 众人一惊。 连忙低头看去。 心中顿石松了口气。 那名同伴虽然看上去很凄惨。 但并无性命之忧。 他怎么做到的。 众人再次抬头看向楚心。 眼中充满了震惊和疑惑。 从头到尾。 他们都没有感受到任何能量波动。 也没有看见那熊孩子是如何出手的。 杀。 又有一名天骄破空而来。 楚心嬉戏一笑。 再次伸出了雪白的小手。 指向了那名天骄。 奶生奶气地吐出一个字。 碰。 话音一落。 那人身上也暴射出一道道金色小剑。 惨叫住从空中坠落。 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未石魔。 其他天骄有些慌了。 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熊孩子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纷纷迟疑着不敢上前。 我也来。 楚臣也学着姐姐的姿势。 伸手指向其中一人。 口中发出。 碰。 第一声。 便见那名被指中的天骄。 体内突然暴射出一道道金色的小刀。 带起一连串血剑。 啊。 那天骄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从空中坠落。 砰砰。 姐弟俩不断地挥动着小手。 指向一个个天骄。 凡是被他们指中的天骄。 接浑身暴射出金色小剑。 或者金色小刀。 凄厉的惨叫声。 连成一片。 一个个重伤之躯如同下饺子一般从空中坠落。 重重地摔在冰面上。 只是片刻间。 所有冰雪神殿弟子在冰面上躺了一片。 这。 断了一臂的老者。 看着这一幕都惊呆了。 六七十个冰雪神殿弟子。 在面对水龙群的攻击之下都能存活下来。 没想到竟然遭到了两个四五岁熊孩子的算计。 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老者望着楚心和楚臣。 沉声问道。 至今他都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楚心嘻嘻一笑。 奶生奶气地说道。 很简单啊。 就是在你们吃烤肉。 喝血旺汤的时候。 将我们的能量隐藏其中。 等你们吃进肚子里。 我们的能量就能在你们体内潜伏起来。 随时可以引爆。 吃烤肉。 喝血旺汤的时候。 老者温言。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他已经很小心了。 没想到还是中了招。 傅雪飞竟然敢背叛我。 背叛冰雪神殿。 老者语气中带着无尽的杀意。 冷声问道。 这是谁想出来的计策。 你们的那个姥姥。 他不相信两个四五岁的熊孩子会想出这样的计划。 这个计划其实并不完美。 但由两个四五岁的小屁孩来执行。 就显得非常完美。 人谁也不会想到。 两个四五岁的小屁孩。 竟然有如此沉着的应变。 有如此逼真的演技。 连他都能骗过去。 不是啊。 是我想的。 厉害吧。 楚心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 一脸傲娇地说道。 我可是看了好久的。 三百六十记。 才想出来的哦。 这个计划是你想出来的。 老者有些震惊。 这个计划虽然不够完美。 但也绝非一个四五岁的小屁孩能想出来的。 三百六十记。 那是什么东西。 他的眼中充满了疑惑。 当然了。 我可是很厉害的。 咦? 叫什么来着? 楚心小眉头微皱。 忽然一拍小手。 说道。 对了。 谋事。 是叫谋事。 说到这。 他就兴奋得不行。 爹爹说过。 古有诸葛算天下。 竟有我小小女诸葛算坏蛋。 楚心双手插腰。 意气风发地说道。 古有诸葛。 上古神界有个叫诸葛的古神吗? 没听说过呀。 老者脸色无比阴沉。 眼中闪烁着阴冷的杀意。 这该死的熊孩子。 之前伪装的奈魔的天真无邪。 没想到竟然有如此深沉的心机。 如今他最大的保命手段已经在对付水龙皇使用了。 未经之计。 旧之能。 跑。 想到这。 他冷冷地看了楚心和楚臣一眼。 转身破空而去。 楚心却思毫不慌。 伸出小手摇摇一指。 口中轻吐一声。 碰。 扑扑。 一道道金色小剑从老者体内暴射而出。 带起一片邪剑。 啊。 老者惨叫一声。 从空中坠落。 重重地摔在冰面上。 至此。 围攻水龙岛的冰雪神殿弟子。 全军覆没。 短时间内再无再战之力。 搞定。 楚心小手一拍。 精致的小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楚臣小小的身体一晃。 出现在老者上空。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 奶生奶气地说道。 老坏蛋。 把你手上的须弥戒取下来。 抹除印记给我。 我们就不杀你。 不然的话。 我把你屁股打烂。 再把你杀了。 熊孩子。 此言当真。 原本正在等死的老者。 闻听此言。 顿时就愣住了。 虽然须弥戒中藏了他无数宝贝。 但比起性命来说。 一切皆可抛。 更何况。 就算自己不交出来。 等着熊孩子杀了自己。 须弥戒一样保不住。 当然。 我们从来都是一言四马的。 楚臣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 一言四马。 什么玩意。 老者听得一脸猛逼。 笨蛋弟弟。 让你专心听爹爹讲。 你就是不听。 楚心飞了过来。 拍了拍楚臣的小脑袋。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那就一言九鼎。 还有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你这是把两句话合成一句了呀。 哦。 是这样吗? 楚臣挠了挠头。 转头看向老者。 说道。 重新来。 我们从来都是一言九鼎的。 只要你们交出须弥戒。 我和姐姐就不杀你们。 当真。 老者也听不懂一言九鼎是什么意思。 自动忽略。 转头看向楚心。 再次确认道。 当真。 楚心点了点小脑袋。 好。 老者果断地取下手上的须弥剑。 抹出了里面的印记。 将其交给了楚臣。 你们呢。 楚臣欢喜地接过须弥剑。 转头看向其他冰雪神殿弟子。 乃兄乃兄地威胁道。 交出来就可以活命。 不交的话。 把你们屁股打烂。 再杀了你们。 交。 我们交。 众兵雪神殿弟子为了活命。 没有丝毫犹豫。 连忙取下自己的须弥剑。 向楚臣扔了过来。 楚臣小小的身体一晃。 将所有须弥剑全都收了起来。 随后落在楚心面前。 兴奋地说道。 哇。 姐姐。 好多须弥剑。 里面肯定有很多宝贝。 我们先把宝贝归类吧。 好啊。 楚心点点头。 接过楚臣递过来一把须弥剑。 盘坐在冰面上。 将里面的宝物全部取了出来。 楚臣盘坐在另一边。 将剩下须弥剑里面的宝物取出来。 就这儿当着冰雪神殿众人的面。 清点着里面的宝物。 每每发现一件好宝贝。 还要杂杂乎乎的。 老者和重冰雪神殿弟子看得眼皮直跳。 这两个熊孩子时再是太可恶了。 你说。 你抢了须弥剑就算了。 就不能换个地方清点宝物吗? 非要在这里当着他们的面清点。 这是在拿小刀一刀一刀地戳他们的心窝子。 哇。 弟弟。 弟弟。 这里面记录了冰霜诸神阵的布阵方法。 忽然。 楚心取出一块神检。 兴奋地说道。 姐姐。 让我看看。 楚臣凑了过来。 接过神检查看了一下。 果然一股复杂庞大的信息涌入脑海。 正是之前老者和重冰雪神殿弟子布下的冰霜诸神阵。 这是一座真正的神阵。 需要布阵者修炼冰霜神力。 并且至少达到真神境界才能发挥出全部威力。 老者等人最高也不过半部神徒。 根本没能发挥出冰霜诸神阵的真正威力。 可即便如此。 也杀得水龙溃不成军。 老者看着那神检。 死死地瞪大了眼睛。 该死。 忘了将神检取出来藏在身上。 第497章。 灵儿姐姐戴上皇冠后。 真漂亮。 像冰霜诸神阵至重级别的神阵。 即便在冰雪神殿也不多。 她能拿到冰霜诸神阵的神检。 还是靠足长长辈的长老身份。 这神阵神检若是弄丢了。 回到冰雪神殿后可就有点麻烦了。 不仅她要受到责罚。 即便是那个长老级的长辈。 也会受到牵连。 可惜。 我们不是修炼的冰霜神力。 这时。 楚臣将神检收起来。 都农到。 不过。 可以拿回去给村里的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 他们应该有人修炼冰霜之力吧。 楚心点了点头。 说道。 我记得胡子叔叔就修炼的冰霜之力。 只不过我们离开的时候, 他实力还很弱。 不知道现在修炼到什么境界了。 姐姐。 我有点想村长爷爷。 村里的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和弟弟妹妹了。 楚臣忽然有点惆怅。 南南说道。 但我更想爹爹和娘亲。 楚心拍了拍楚臣的小肩膀。 安慰道。 弟弟。 等我们离开古神秘境。 就去帝都找娘亲。 娘亲肯定在帝都等我们。 等找到娘亲后。 就带着娘亲一起回大石村。 嗯。 楚臣重重点头。 老者嘴唇动了动。 几次想要开口, 要回神镇神检。 但终究没有勇气开口。 万一惹怒了这两个熊孩子。 把自己杀了。 那可就亏大了。 算了。 还有时间。 等成为神徒后, 再杀了这两个熊孩子。 抢回所有的一切。 老者在心里暗暗想到。 持有五龙皇冠者。 知识可以提前进入古神山。 拥有更多的时间吸收神性。 也有更大的机会获得古神传承。 但后进入古神山的。 一样可以吸收神性。 以他的境界。 只需要吸收很少的一点神性。 便可突破到神徒。 差不多了。 我们也该去和姥姥。 他们会合了。 清点完所有的宝物。 楚心拍了拍小手。 起身说道。 嗯。 楚臣点了点头。 眨了眨圆溜溜的大眼睛。 都浓道。 我也有点想姥姥了。 楚心取出自己的土龙皇冠带在头上。 一股土黄色的光芒垂下。 当真如同画中走出来的小公主。 土龙皇冠。 老者和重冰雪神殿的弟子都呆住了。 这熊孩子身上竟然还有一个土龙皇冠。 若是加上他姥姥的那个火龙皇冠。 这澳天帝国一行人岂不是已经有三个皇冠了? 楚心没有理会众人。 手中晃动着水龙皇冠。 笑嘻嘻地说道。 这是给灵儿姐姐的水龙皇冠。 灵儿姐姐戴上肯定很漂亮。 嗯。 姐姐。 我们快走吧。 楚臣重重点头。 申表赞同。 等会儿。 楚心转头看向那树百丈长的水龙皇尸体。 破空而去。 雪白的小手一挥。 将其收入虚迷界中。 不管这水龙皇尸体便呈现红色后能不能吃。 总要试一试才行。 而且。 洗完水可以洗净世间一切不干净的东西。 用来浸泡一下。 想来就没有问题了。 走吧。 楚心转头看向楚臣。 随后姐弟俩纷纷破空而去。 该死的熊孩子。 早晚有一天我要亲手杀了你们。 老者望着姐弟俩离去的背影。 咬牙切齿地说道。 随后他从身上摸出一块冰雪令。 费力地激活后。 怒吼道。 你们在干什么? 片刻后。 冰雪令中传来了回应。 冰老。 不是你让我们去追那两个熊孩子的姥姥吗? 追到了吗? 老者沉声问道。 没有。 他们狡猾得很。 我们一追。 他们就跑。 我们不追。 他们又来我们面前晃扬。 烦不胜烦。 冰雪令中再次传来回应。 愚蠢的家伙。 看不出来他们是在耍你们吗? 赶紧给我滚回水龙岛来。 说完。 老者气呼呼地将冰雪令砸了出去。 片刻后。 一道道身影破空而来。 冰老。 你们这是。 为首之人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别问啊。 赶紧离开这里。 老者气呼呼地说道。 这里闹出这摩大动静。 想来很快就会引来很多人。 到时候,若是见到他们这副惨状。 肯定会趁机动手。 铲除一个巨大的威胁。 冰雪神殿虽然是神界三大顶级势力之一。 只有赤焰神殿和奥天帝国能与之抗衡。 可冰雪神殿的敌人可不仅仅是奥天帝国。 还有很多的大型势力。 他们可不会放过这个铲除对手的机会。 好。 那人点点头。 随后和众人一同搀扶着冰牢等人破空而去。 在他们离开后不久。 便有一群人破空而来。 能冰冻整个水龙湖的。 只有冰雪神殿的人。 水龙皇不现了。 应该是被冰雪神殿的人带走了。 水龙皇冠在冰雪神殿弟子手中。 走吧。 既然冰雪神殿抢到了水龙皇冠。 我们就去找下一个吧。 鸡人望着被冰冻的水龙湖。 眉头紧锁。 微微叹息。 怕什么? 我们不敢从冰雪神殿弟子手中抢夺水龙皇冠。 但有人敢。 只要将消息透露出去。 到时候, 赤焰神殿的弟子。 奥天帝国的弟子。 还有那些与冰雪神殿有仇的大势力弟子。 必然会出手抢夺。 我们伺机而动。 未必没有机会。 但也有人冷声说道。 有道理。 众人闻言。 接点了点头。 随后各自散去。 在他们离开后不久。 又出现了一群人。 卫手之人被血物笼罩。 问。 一层血物喷涌而出。 请客监龙罩大半个水龙湖。 这些血物甚至能渗透冰面。 侵入那些被冰冻的水龙体内。 在血物吞噬水龙之时。 冰雪神殿得到水龙皇冠的消息也很快便传递出去。 噗。 得到消息的老者。 当即喷出一大口鲜血。 气得发狂。 水龙皇冠。 还有他们的须弥剑。 全都被那两个熊孩子抢了。 现在。 他们还要被上抢走水龙皇冠的名声。 引来大量的敌人。 一想到接下来将要遭受各大势力弟子的追杀。 东躲西藏。 老者又气地狂喷两口鲜血。 与此同时。 水龙湖外。 楚星和楚臣也成功与王兰西等人会合。 好了。 我们来了。 楚星和楚臣奔入王兰西怀里。 一左一右抱着他的脖子。 你们这两个小家伙。 终于回来了。 可担心死我了。 以后不准再用这样的计谋了。 王兰西玄珠的心终于落下。 抱着姐弟俩。 语重心长地说道。 知道了。 好了。 楚星吐了吐舌头。 拍着小胸脯保证道。 姥姥放心。 我们以后肯定不会用这个计谋了。 嗯嗯。 楚臣也连连点头附和。 真的。 王兰西一脸狐疑地看着两个小家伙。 怎么看都有点不靠谱。 当然是真的。 楚臣重重点头。 一本正经地说道。 姐姐说了。 我们要一眼九马。 一眼九马。 什么东西。 王兰西一脸猛逼。 就连旁边的萧莲儿等人也是一脸茫然。 啪。 楚星一巴掌拍在楚臣的脑门上。 圆溜溜地大眼睛一瞪。 气呼呼地纠正道。 笨蛋弟弟。 才跟你说了。 那就一眼九鼎。 一眼即出四马难追。 不是一眼九马。 你怎么老是记不住。 哦。 是九个顶。 不是九个马啊。 楚臣恍然大悟。 一眼九鼎。 萧莲儿好奇地问道。 爱吃肉。 这一眼即出四马难追我能理解。 一眼九鼎是什么意思。 神界也有神马。 速度奇快。 所以一眼即出四马难追他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一眼九鼎这个词。 他还真没听过。 楚星一脸认真地解释道。 爹爹说。 古时候有九尊非常降大的鼎妹神器。 我们说的话就像那九尊大鼎一样。 无法改动。 哦。 萧莲儿恍然大悟。 原来还有这种说法。 楚星拿出水龙皇冠。 递到萧莲儿面前。 说道。 莲儿姐姐。 给你。 水龙皇冠。 我给你抢来了。 你戴上看看。 萧莲儿摇摇头。 说道。 不用了。 这是你自己抢来的。 你自己留着吧。 楚星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说道。 那不行。 说好了。 我帮你抢的。 这皇冠。 我也只能戴一个呀。 姥姥也有了。 这个是给你的。 还有木龙皇冠和金龙皇冠。 我带回去给小姨和娘亲。 那好吧。 那就谢谢爱吃肉小妹妹了。 萧莲儿犹豫了一下。 接过水龙皇冠。 戴在了自己头上。 一道蓝色的光木垂下。 让她的气质瞬间变了。 楚星那双大眼睛顿时一亮。 欢喜地拍着小手。 灵儿姐姐带上皇冠。 也好漂亮呢。 是很漂亮。 朱老九。 金老三和何老五等人齐齐点头。 非常赞同。 楚星虽然也很漂亮。 在他们看来之是可爱。 但萧莲儿戴上后。 那种感觉就瞬间不一样了。 萧莲儿瞪了他们一眼。 捏了捏楚星的小脸蛋。 笑着说道。 还是一只肉小妹妹更漂亮。 那个。 水龙皇冠。 你们也抢到了。 我们能走了吗? 傅雪飞弱弱地问道。 不行。 楚星拍掉萧莲儿的手。 转身看向傅雪飞两人。 说道。 我说了。 你们要随时给我和弟弟制造冰雪领域完。 还要给我们冰冻兽奶。 啊。 傅雪飞两人顿时耸拉着脑袋。 苦笑不已。 还有。 还有。 楚臣补充道。 在我煮好血旺汤后。 你们还要凝聚出冰碗盛汤。 自从意外发现这个秘密之后。 他就在打这个主意了。 冰碗血旺汤。 味道别具一格。 他很喜欢。 好吧。 傅雪飞两人之能木然地点了点头。 不敢反抗。 哎呀。 好像有点饿了。 一听到血旺汤。 楚星的肚子就咕噜咕噜叫了起来。 他揉了揉小肚子。 看向楚臣。 说道。 弟弟。 先找个地方把水龙皇烤来吃吧。 好。 楚臣点点头。 随后一行人破空离去。 找了个偏僻的地方。 开始烤肉。 虽然水龙皇变成了血红色。 但肉质却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味道还是非常棒的。 出发。 木龙铃。 吃饱喝足之后。 萧莉儿大手一挥。 带着楚星等人破空而去。 第498章。 爹爹说万物皆可考。 在古神秘境镇东方。 有一片广袤无垠的沙漠。 在这沙漠镇中央。 有一片巨大无比的树林。 树林中每一棵树都有树十丈高。 粗壮无比。 此刻。 在树林上空。 密密麻麻地修饰悬空而立。 偶尔有一群人向树林发动攻击。 都被一层绿色的屏障挡下。 更有一条条树之化破长空蔓延而来。 瞬间穿透了一些修饰的身体。 一股股绿色的能量从那些修饰的体内涌出。 顺着树枝溜进大树体内。 那些修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苍茫。 最终泯灭。 尸骨无存。 楚星等人破空而来。 立在人群之中。 萧莉儿开口说道。 这里就是木龙铃了。 这魔多人居然还没有攻破木龙铃的屏障。 想来大部分应该都是来自下界。 其他下界的人。 王兰熙文言。 扫视着周围的修饰。 眼中充满了好奇。 五帝境界。 在任何一个下界应该都算是顶峰战里了。 能修炼到五帝境界。 在各个下界之中。 也都是各个时代的天骄。 他想看看。 其他下界的天骄。 与九州的天骄。 有没有差别。 不过大部分人都没有真正出手。 只有少数人在不断地攻击那绿色屏障。 最终被木龙树枝吞噬了生机。 化为飞灰。 那些人应该都知是五帝初期到后期。 在五帝境界中算不上多强。 但从他们攻击绿色屏障时爆发出来的能量冲击来看。 和九州同境界天骄的战斗力应该相差不大。 当然。 这是和正常天骄相比。 这些家伙。 和龙少天比起来都差得很远。 更不要说和楚星和楚臣两个妖孽小外孙相提并论了。 而此时。 楚星和楚臣也在打量脚下那片巨大的树林。 居高临下看去。 那片树林呈正方形。 越靠静正中心。 树越高越大。 位于正中间的那棵族有数百丈高。 他们头上戴的皇冠都已经收了起来。 毕竟那玩意太显眼了。 一旁的诸老九介绍道。 这里每一棵树就是一头木龙。 最中间那棵最大的树。 就是木龙黄。 另一边的金老三说道。 根据古书记载。 这里原本并非是一片沙漠。 而是和其他地方一样生机盎然。 遍布生灵。 然而。 在木龙群的不断吞噬下。 这片地方的生灵已经绝技。 就连除了木龙以外的植物也无法生存。 隐藏在大地之下的生机。 都被木龙群吞噬。 从而也变成一片沙漠。 吞噬生机。 王兰西目光一凝。 这木龙厅起来比土龙。 火龙和水龙更加厉害。 更加凶险啊。 这就是木龙啊。 怎么全是树啊。 楚星盯着那些大树。 小眉头紧锁。 问道。 这树烤来能好吃吗? 爹爹说。 万物皆可烤。 楚辰一本正经地说道。 至于烤来好不好吃, 就不知道了。 楚星回头看了他一眼。 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说道。 关于烤的东西。 你倒是记得一清二楚。 一言九鼎。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这两句你永远记不住。 嘿嘿。 楚辰干笑两声。 眨巴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不说话了。 考来吃。 附近其他势力的人闻言。 纷纷转头。 一脸无语地看了过来。 他们想的是, 怎么破开木龙林的屏障。 抢夺木龙皇冠。 这熊孩子想的, 居然是木龙好不好吃。 可当他们看见楚星和楚辰后, 眼睛骤然瞪大。 脸上露出了震惊之色。 这两个熊孩子, 看上去不过四五岁的样子, 竟然能进入古神秘境。 虽然这古神秘境之是夏平, 但也要达到五地境界才能进来。 也就是说, 这两个熊孩子, 全都达到了五地。 四五岁的五地。 这简直害人听闻, 这难道就是真正的神界天骄? 殊不知, 即便是神界天骄, 也不敢和这两个小奶娃相提并论啊。 诸位, 这时, 一名身穿金色战甲的男子站了出来。 朗生说道, 诸位都是来自各的夏界, 以及神界的天骄。 目的就是要前往古神山, 吸收神性, 突破至神徒或者武神。 不如先联手击碎着屏障。 诸杀慕龙皇。 到时候, 再各凭手段抢夺木龙皇冠。 如何? 木龙临来的人太多了。 神界各大势力, 各个夏界的五地及半部武神。 大家相互忌惮。 谁也不肯真正出手, 让其他势力减了便宜。 这群木龙吞噬了这魔都的生机。 虽然并未突破到真正的神徒之境, 但其实力恐怕早已超越寻常半部神徒。 而且, 在木龙皇周围那些体型达到一两百丈的木龙, 恐怕也已经进入到了半部神徒的境界。 这群木龙的综合实力非常恐怖。 我想单凭任何一个势力, 都无法吃下。 不如联手, 先杀死木龙皇。 到时候在商议如何争夺木龙皇冠。 又有人站出来说道, 听其对武神的称呼, 显然也是神界中人。 有道理, 众多势力弟子纷纷点头。 不过, 这时, 又有一人站出身来。 目光扫视所有人, 语气阴沉地说道, 在古神秘境中, 有一个血魔隐藏于暗中。 吞噬生灵精血, 提升修味。 大家务必要小心。 血魔?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是脸色一变。 血魔不仅是神界友, 各个下界也同样有血魔。 所有人对血魔都记淡万分。 所以, 在联手攻打木龙临平仗之前, 我要先确认一下, 那个血魔是否隐藏在我们之中。 那人手中出现了一枚镜子。 朗生说道, 此乃血魔镜。 对正常修饰没有任何作用, 却可以将影藏在修饰体内的血魔, 或者伪装成人类修饰的血魔照射显形。 还请大家不要反抗。 我只需激活血魔镜, 让血魔镜的光芒照射一下诸位即可。 不会对诸位造成任何伤害。 这……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犹豫起来。 虽然那人已经说得很清楚, 那血魔镜不会对, 他们造成任何伤害。 可谁也不敢保证那人说的是真是假呀。 万一那血魔镜中隐藏着大杀招。 他们放弃反抗起不是自取灭亡。 见状, 那人身上燃烧起炙热的火焰。 朗生道, 我乃神界赤焰神殿弟子。 我以赤焰神殿的名誉启示。 我所言皆为真, 绝无半分虚言, 否则定叫我魂飞魄散。 让赤焰神殿名誉扫地。 赤焰神殿。 很厉害吗? 有下界之人疑惑地问道。 不是每一个下界都有神次呗。 也不是每一个下界都与神界有联系。 大部分下界之人都不知道神界的信息。 当然厉害。 那可是神界的三大顶级势力之一。 拥有三大神尊之一的赤焰神尊坐镇。 实力非常强大。 有了解神界的下界之人低声解释道。 四。 神界的三大顶级势力之一。 种下界之人文言。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而那些本身就来自神界的人。 文言都陷入了沉默。 都在思考那赤焰神殿弟子所言有几分真实。 这时, 那赤焰神殿弟子再次说道。 血魔靠吞噬万物生灵的精血修炼。 毫不客气地说。 整个古神秘境的妖兽。 所有进入古神秘境修饰。 全都是那个血魔吞噬的目标。 如果不想被血魔吞噬。 就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大家都不想沦为血魔口中的食物吧。 不错。 血魔是整个神界。 和所有下界共同的敌人。 血魔的可怕。 大家心里应该都清楚。 如果血魔真的隐藏在我们之中。 后果不堪设想。 我赞同那位赤焰神殿师兄的提议。 一名神界的半部神徒站出来说道。 我也赞同。 我同意。 陆陆续续又有人站出来。 楚晨拉了拉楚星的衣角。 问道。 姐姐。 我们同意不? 我不知道啊。 楚星摇摇头。 拉了拉王兰熙的大手。 问道。 好了。 我们同意不? 同意。 王兰熙点了点头。 当觉大部分人都同意之后。 不同意的那部分人肯定会被怀疑是血魔潜伏者。 势必会受到众人的围攻。 在这个时候。 这些人肯定是宁可错杀也不愿放过一个可疑之人。 那个赤焰神殿弟子并未说谎。 血魔镜的确知能对让血魔显现出来。 不会对修士造成任何伤害。 这东西。 我澳天帝国和冰雪神殿都有。 知识没有带来而已。 萧莉儿解释道。 照一下而已。 无妨。 朱老九等人也点了点头。 说道。 楚星转头看向楚臣。 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们又不是血魔。 肯定得同意啊。 哦。 楚臣点了点小脑袋。 随后飞向更高的天空。 举着肉乎乎的小手。 奶生奶气地大喊道。 我们也同意。 所有人都向他看了过来。 同意就同意。 飞那魔高。 喊那魔大声干什么。 笨蛋弟弟。 你赶紧下来吧。 楚星用血白的小手轻轻拍在自己的额头上。 精致的小脸上满事无语。 小声都浓道。 和这个线眼包在一起。 真是丢人。 一旁的萧莉儿等人闻言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哦。 楚臣飞了下来。 等到所有人都同意后。 那赤焰神殿弟子挥手时放出一股炙热的火焰,集中那面血魔镜。 问。 顿时间。 血魔镜震动。 击射出一股星红的光柱。 并在空中旋转。 逐一从众人身上扫过。 扫完一遍后。 那赤焰神殿弟子还不放心。 又扫了第二遍。 依旧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这才收回血魔镜。 向众人抱拳道。 血魔病不在我们之中。 逼不得已如此。 还请诸位见谅。 第499章 楚心。 你们大人太虚伪了。 无妨。 众人纷纷摆了摆手。 摇摇头。 那些下界之人则是暗暗点头。 这赤焰神殿的弟子还真是谦逊有礼。 以后若能飞升神剑。 有机会倒是可以加入赤焰神殿修炼。 装模作样。 萧莲儿见状。 忍不住冷笑一声。 朱老九。 金老三和和老五等人眼中也露出了鄙视。 王安熙没有说话。 楚心和楚臣的目光更是早已落在了慕龙林的屏障上。 嘀咕着怎么还不开始。 就在这时。 那名操控血魔镜的赤焰神殿弟子开口说道。 现在大家一起攻击慕龙林屏障。 谁若是故意留守。 想要做兽渔翁。 大家必将群起而攻之。 这是自然。 众人齐齐点头。 诸位。 一起出手吧。 那赤焰神殿弟子率先发起了攻击。 上。 众人齐声大喝。 纷纷施展出强大的攻击。 轰隆隆。 无数道攻击落在慕龙林的屏障上。 发出一声声惊天巨响。 那绿色的屏障剧烈颤动。 有些不堪重负。 加把劲。 屏障要破了。 有人大声喊道。 上啊。 楚心和楚臣隐藏在人群中。 乃声乃气地大喊。 两双小手不断挥动。 施展出一道道剑器和刀芒斩在屏障上。 别这么卖力。 要保留实力。 待会儿才能抢夺慕龙皇冠。 一旁的王兰熙健壮。 连忙低声说道。 啊。 楚心回头看向王兰熙。 惊讶地说道。 好了。 不是说不能故意留守吗? 对啊。 故意留守。 会被人围攻的。 楚臣也点了点小脑袋。 一脸认真谛说道。 萧莲儿笑道。 说是这魔术。 但是。 你看他们谁在全力出手。 楚心和楚臣回头仔细看了看。 发现这些家伙看似凶狠。 实则攻击力度都不高。 显然都没有全力攻击。 楚心小眉头一皱。 气哼哼地说道。 你们这些大人怎么这么虚伪。 乃像我们小孩子。 怎么说就怎么做。 真是太讨厌了。 虚伪。 非常讨厌。 楚臣跟着附和。 呲牙咧嘴。 露出一副乃凶乃凶的表情。 王兰熙揉了揉楚心和楚臣的小脑袋。 语重心长地说道。 这才是最真实的世界。 你们以后一定要小心又小心。 切不可大意。 知道了。 好了。 楚心和楚臣齐齐点头。 随后再次攻击时。 嘴里喊的贼凶。 可施展出来的剑气和刀芒却是虚幻得很。 刚碰到那绿色屏障就没了。 虽然大家都留了手。 但联合起来造成的杀伤力还是非常恐怖的。 经过大家。 经过大家。 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引来轰障一声巨响。 那绿色的屏障轰然碎裂。 化作无数绿色碎块向整个木龙林飞溅。 屏障破了。 上。 先杀了木龙黄。 有人大喝一声。 率先向最中心的木龙黄破空杀去。 问。 就在这时。 一条条枝条破空而来。 顷刻间便交织成一个圆球将那人包裹住。 随后便响起了凄厉的惨叫声。 等到惨叫声停止。 那些枝条散去。 虚空中却再也没有了那人的任何踪迹。 杀。 但那人的陨落。 并未下退众人。 反而激起了众人更大的杀意。 一时间。 几乎所有人都冲杀了过去。 杀呀。 楚星和楚辰在身后又蹦又跳地大声呐喊。 却没有一点要加入战场的意思。 你们怎么摸不上。 萧莉眨了眨大眼睛。 笑眯眯地问道。 楚星回头看了他一眼。 一脸疑惑地问道。 不是你们说的要留守吗? 不错。 如此可较言。 萧莉眨笑嘻嘻地点着头。 与他们一样没有冲入战场的。 还有许多人。 大部分都是神界的势力。 比如赤焰神殿弟子。 还有小部分下界之人。 他们很清楚此时冲上去要么被木龙吞噬。 要么被身边的人偷袭杀死。 众人立于虚空。 静静地望着战场。 一条条绿色的枝条。 在虚空中穿梭。 从一名名凡进修士身上穿透而过。 凡是被木龙枝条穿透之人。 都会被吞噬生机。 化为飞灰。 轰隆。 地面震动。 强大的能量波动荡漾开来。 直接将一小片木龙炸得粉碎。 响起一连串的惨叫声。 姐姐。 就在这时。 储尘拉了拉储星的衣角。 低声说道。 好多虚弥剑啊。 我们不去捡吗? 储星也看了看那些随着修士化为飞灰。 不断从空中坠落的须弥剑。 重重点头。 当然要捡。 爹爹说了。 有宝物不拿。 天打雷劈。 说完。 他转头看向王兰熙和萧灵。 说道。 好了。 灵儿姐姐。 我们去捡宝了。 你们先在这等等。 捡宝。 王兰熙和萧灵儿, 齐齐一愣。 可不等他们回过神来。 储星和储臣已惊破空离去。 羞羞。 后,两道小小的身影出现在慕龙灵树间之上。 重修士之下。 来回穿梭。 将坠落而下的须弥剑全部收进了自己的须弥剑中。 时不时的还养着小脑袋。 看看哪里有修士陨落。 便往哪里去。 偶尔有慕龙树之攻击而来。 都被他们轻易躲避。 实在躲避不了的便挥手斩断。 这两个小家伙。 真是一点也不安分啊。 王兰熙揉了揉额头。 感到有些头痛。 是啊。 走到哪里。 都能干出一些引起公愤的事。 萧林笑嘻嘻地说道。 朱老九。 金老三和何老五等人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其他不说。 今日两个小奶娃在战场上减允落修士的须弥剑。 无疑就是能引起公愤之举。 大家都在那奋力地与慕龙厮杀。 你说站在一旁袖手旁观也就罢了。 这两个小家伙居然还趁机去捡宝贝。 谁能忍。 该死的熊孩子。 把须弥借给我放下。 一名神界的梵境巅峰弟子看不下去。 直接怒吓一声。 向楚星和楚臣杀了过来。 咻。 几条碧绿色的树枝破空而来。 顷刻间穿透了那人的身体。 将其吞噬。 化为飞灰。 楚星躲开几条树枝攻击。 回头看了眼。 见四下无人。 不禁疑惑地问道。 弟弟。 刚才是不是有人说话来着? 楚臣挥手斩断几条树枝。 转头看了眼四周。 也很疑惑地摇了摇头。 说道。 有人说话吗? 没看见啊。 算了。 还是继续捡虚迷戒吧。 楚星摇了摇头。 向不远处一枚坠落的虚迷戒冲去。 小手一挥。 便将其收了起来。 远处观看得众人健壮。 这才恍然回过神来。 那两个熊孩子在捡虚迷戒的同时。 也时刻在面临着木龙的攻击。 可他们速度奇快。 绝大部分攻击都能轻易躲避。 就算躲避不了的。 也只是挥挥手便将其斩断。 这两个熊孩子。 绝非普通的繁境巅峰。 众人齐齐皱眉。 对楚星和楚臣的实力有了更深的了解。 哼。 两名半步神徒的神界弟子冷哼一声。 向楚星和楚臣攻击而来。 楚星和楚臣却没有理会。 依旧在不断地收取坠落而下的虚迷戒。 不过。 他们的行为不仅激怒了围观的修士。 也激怒了木龙群。 无数数只破空而来。 将他们周围的虚空都给围住。 而刚刚冲杀而来的两名半步神徒。 也巧之又巧地被囊括在了其中。 哼。 楚星和楚臣挥舞灼小手。 斩出一道道剑气和刀芒。 将眼前围拢而来树。 支镜树斩碎。 突围而去。 可那两个被围住的半步神徒就莫纳摩幸运了。 他们虽然也拼死发出最强的杀招。 想要效仿两个熊孩子那般突围。 然而。 他们的攻击却没能瞬间斩碎那些树枝。 导致无法及时突围。 就这摩片刻功夫。 无数的树枝已经合拢。 形成一个巨大的圆球。 圆球旋转。 并不断收缩合拢。 两声淒厉的惨叫响起。 随后便没了动静。 楚星和楚臣 疑惑地回头看了眼。 刚才好像是有惨叫声。 可他们看了眼。 也没有看见人。 便再次回头。 继续去捡须弥剑了。 嘶。 围观的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那可是两个半步神徒的攻击呀。 竟然没能瞬间斩碎那些树枝。 由此可见。 攻击那两个熊孩子的木龙。 要比攻击其他修士的木龙更强。 可即便如此。 那两个熊孩子依旧倾亦斩碎木龙的攻击。 突围出去。 甚至。 他们可能都没有发现那两个半步神徒的出现。 还在专心地捡着须弥剑。 众人嘴角微微一抽。 彻底无语。 这两个熊孩子能在战场上捡须弥剑也不是没有道理。 至少人家有这个实力。 姐姐。 须弥剑太多了。 得用战体了。 楚臣看着远处不断坠落的须弥剑。 直接将八大战体召唤了出来。 不错。 是该召唤战体。 楚臣也点了点头。 将自己的八大战体召唤出来。 十八个小小的身影。 穿梭于战场之中。 快速收取驻须弥剑。 他们跟着战场而移动。 缓缓向中心的木龙皇靠近。 姐姐。 那就是木龙皇爱。 要不我们先去把木龙皇杀了。 抢了木龙皇冠。 楚臣抬头看着远处那颗无比巨大的树。 小声说道。 我也正有此意。 楚臣也点点头。 随后,姐弟俩留下各自的战体剂续剪取须弥剪。 纷纷腾空而起。 直入云霄之中。 他们本身没有任何能量波动。 只要不是肉眼看线。 任何地面。 神念都无法察觉。 那两个熊孩子不现了。 关注楚心和楚臣的人。 眉头微微一皱。 他们想要偷袭木龙皇。 大家一起出手。 不能让他们抢线。 有人高声喊道。 闻听此言。 原本静静观战的众人也待不住了。 纷纷向木龙皇破空而去。 也有人想要效仿两个熊孩子。 从云端杀过去。 羞羞。 一条条粗壮的树枝。 从遥远的云层之中穿梭而来。 顷刻间穿透了那些修士的身体。 伴随着一声声凄厉的惨叫。 一具具尸体从空中坠落。 杀完这些修士。 那些树枝并未离去。 而是停留在云层中。 似乎在探查有没有遗漏。 许久后。 那些树枝才从云层俯冲而下。 等到所有树枝消失。 一具神官从云层中穿梭而去。 第五百章。 老六熊孩子偷袭斩木龙皇。 问。 在所有人都关注战场上的厮杀时。 一条条无比粗壮的树枝。 悄无声息从云层。 以及四周的虚空中漫延而出。 将整个木龙鳞包围起来。 不好。 木龙皇出手了。 先突围出去。 有人发现了端倪。 大声喊道。 同时身体破空。 像还未完全合拢的树枝缝隙冲了过去。 扑斥。 一条粗壮的树枝从虚空中钻出。 顷刻间穿透了那名修士的身体。 将其吞噬。 化为飞灰。 穿梭虚空。 那木龙皇竟然还掌握了虚空大道。 众人大吃一惊。 木龙掌控的是木系规则。 兼有吞噬生机的能力。 但没想到这木龙皇除了木系规则之外。 竟然还能掌控虚空大道。 而且。 无论是虚空大道还是木系规则。 这木龙皇都修炼到了半步神徒的境界。 简直可怕。 哄。 就这片刻功夫。 木龙灵周围那些巨大无比的树枝瞬间合拢。 想成一个密封的巨大圆球。 将木龙灵。 以及所有的修士全部包裹起来。 并逐渐开始收缩。 修修修。 与此同时。 一条条树枝穿梭虚空。 毫无指照地出现在修士的背后。 将那些反应不及的修士瞬间贯穿。 吞噬。 砰砰。 一名半步神徒破空而去。 施展出自己最降大的攻击。 轰击在那些树枝上。 树枝虽然被斩出一条条裂痕。 但并未断裂。 反而很快就自动愈合了。 这些树枝防御极强。 而且可以自动愈合。 很难破开。 那人沉声说道。 必须在圆球彻底收缩之前。 斩杀慕龙皇。 不然。 我们全都得死。 众人齐齐点头。 随后再次向慕龙皇破空而去。 这一次。 就连萧灵儿。 王兰熙等人也没有在袖手旁观。 纷纷加入到了战场之中。 也不知道那两个小家伙躲到哪里去了。 萧灵儿小声嘀咕。 王兰熙也抬头看了眼被树枝封闭的天空。 眉宇间有些担忧。 不过仔细一想。 外面应该比这圆球内部要安全一些吧。 与此同时。 云层之中。 躲在神关里的楚星和楚臣。 也通过神关投影。 看见了云层下面那个笼罩慕龙龄的圆球。 姐姐。 姥姥和灵儿姐姐。 他们是不是有危险。 我们去救他们吧。 楚臣转头问道。 楚星摇了摇头。 说道。 这圆球是慕龙皇弄出来的。 我们进去之后说不定也很难出来。 不如先砍了这慕龙皇。 那圆球自然就会消失。 好。 那就先砍了慕龙皇。 楚臣点了点小脑袋。 取出了自己的地气破天刀。 楚星也取出了斩天剑。 驾驭着神关来到慕龙皇上空的云层。 通过神关投影鞠高灵下地望着慕龙皇。 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乃生乃气地说道。 弟弟。 慕龙皇此时肯定在专心地操控圆球。 不会想到我们会从上面突袭。 我先用神关镇压慕龙皇片刻。 你躲在旁边直接以神魔法向施展。 醉将一击突袭。 不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 好。 楚臣重重点头。 随后从楚星打开的空间之门中离开了神关。 藏身于旁边的云层之中。 楚星雪白的小手一掐。 神关倒立。 向慕龙皇俯冲而下。 震。 他乃声乃气地大喝一声。 神关底部浮现出一个金色的。 震。 字。 一股恐怖的镇压之力席卷而来。 吼。 慕龙皇感受到致命的威胁。 响起一声怒吼。 在离地百丈的树干上。 骤然浮现出一张人脸。 人脸之上满是怒容。 咻咻咻。 一条条树枝震荡。 向云层蔓延而去。 于头顶之处交织出一张树网。 瓮。 神关镇压而下。 撞击在那张树网之上。 将那树网撞击地向下凹陷。 咔咔。 每一条树枝都在嘎吱作响。 有些不堪重负。 破。 神关内。 楚星一双雪白的小手快速掐动。 一股雄厚的神闻之力涌入神关。 请客间。 便见那金色的。 阵。 自骤然战放出一道金色的光芒。 咔嚓。 终于。 树网崩碎。 神关碾压而下。 重重地撞击在慕龙皇的树尖之上。 树尖之上闪烁着浓郁的绿色能量。 与神关的金色能量相互抗衡。 轰隆作响。 恐怖的能量余波像四周荡漾。 撕裂虚空。 绿色能量可以吞噬生机。 却无法吞噬金色能量。 更有一条条粗壮的树枝穿梭虚空。 从四面八方撞击在神关之上。 却始终无法破开神关的防御。 阵。 楚心的声音再次响起。 金光再次暴涨。 顷刻尖压过绿色能量。 向慕龙皇那旁大无比的身躯蔓延。 随着金光蔓延。 慕龙皇所有攻击都停了下来。 就连那巨大的圆球都停止了收索。 神魔法像。 斩。 就在这时。 云层中传来楚尘那乃生乃气的声音。 随后一个三十丈的金光巨人从云层中浮现。 金光巨人高举着一柄金色巨刀。 狠狠地向慕龙皇那庞大的身躯斩下。 轰隆。 本就无法动弹的慕龙皇。 自然也无法抵挡神魔法像的攻击。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金刀落在慕龙皇之上。 恐怖的刀翼和金色的神闻之力瞬间爆发。 让慕龙皇的身躯寸寸破碎。 在金色巨刀斩碎慕龙皇一半身躯之后。 神关的镇压之力消失。 慕龙皇从镇压中清醒。 伴随着一声幕吼。 一条条粗壮的树枝从虚空中钻出。 向储臣的神魔法相攻击而去。 斩。 可就在这时。 楚心收回神关。 施展出神魔法像。 高举金色巨剑狠狠斩下。 轰隆一声巨响。 恐怖的剑矣和霸道的神闻之力荡漾。 斩在慕龙皇的身上。 咔嚓。 慕龙皇的身体再次寸寸破碎。 不。 慕龙皇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整个身躯被金色巨剑全部斩碎。 咻。 一道小小的绿色身影从慕龙皇破碎的身躯中腾空而起。 他长着尖嘴。 尖耳。 长鼻子。 锋利的牙齿。 看上去异常丑陋。 他身影虚幻。 头顶上戴着一个小小的皇冠。 咦? 这是什么东西? 这抹丑还赶来抢我的皇冠。 楚心一脸嫌弃。 小手一挥。 一道剑气破空而去。 将那绿色小身影斩面。 随后他操控神魔法相。 用巨大的金光巨手将那坠落的皇冠接住。 送到了楚心面前。 真漂亮。 楚心打亮了一眼。 便将慕龙皇冠收了起来。 随后散去神魔法相。 带着楚臣重新回到神关之中。 隐藏于云层之上。 问。 随着慕龙皇陨落。 那困住所有修士的圆球也随之消散。 终于出来了。 众修士齐齐吐了口气。 玄柱的心终于放松下来。 那两个小家伙去哪儿了? 王兰西环顾四周。 想要找到楚心和楚臣的身影。 却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消灵安慰道。 浩婆婆不用担心。 那两个小家伙聪明珠呢? 实力又那么强。 不会有事的。 嗯。 王兰西点点头。 他也知道那两个小家伙的实力在这古神秘境中是无敌的。 可看不现他们。 心里总感觉有些不踏实。 快看。 慕龙皇不现了。 这时。 朱老九的声音突然响起。 王兰西等人转头看去。 只见慕龙临正中央原本高耸入云的那棵巨树。 此刻已经消失无踪。 咻咻咻。 一道道身影破空而去。 却发现那里之有一堆破碎的木线。 该死。 慕龙皇被人杀了。 难怪那圆球自动消失了。 有人怒吼一声。 什么? 慕龙皇被人杀了。 慕龙皇冠被抢了。 一时间。 所有人都怒吼连连。 他们废了这魔大劲。 死了那么多人。 甚至差点被那圆球吞噬。 没想到到头来,竟然给别人做了嫁衣。 是谁? 是谁干的? 让我发现。 定将他碎尸万段。 有人仰天怒吼。 身上是放出恐怖的气息。 吼。 不过。 还有人比他们还要愤怒。 那就是之前同样被圆球包裹其中的慕龙。 圆球消散后。 慕龙群发现慕龙皇死了。 顿时怒吼,折向众人疯狂攻击。 一条条树枝破空。 切而不舍地攻击而来。 一名名修士来不及躲避。 或者抵挡不住。 纷纷被那些树枝吞噬了生机。 化为飞灰。 哇! 好多须弥剑。 两道小小的身影从云层俯冲而下。 再次出现在战场上。 将那些陨落之人的须弥剑纷纷收了起来。 那两个小奶娃又来了。 金老三指着战场下方的两个小小身影。 惊讶地说道。 看吧。 我就说他们默示吧。 肖铃笑着说道。 这两个小家伙。 真不让人省心。 王兰西终于松了口气。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撤! 终于。 有人支撑不住了。 撤离战场。 向远处破空而去。 撤吧。 余下的修饰。 也纷纷破空离去。 他们来木龙林就是为了猎杀木龙皇。 抢夺木龙皇冠。 如今,木龙皇都死了。 自然没必要留下来和这些暴墓的木龙拼命。 好了。 灵儿姐姐。 我们也走吧。 现没有须弥戒可见。 楚心和楚臣也飞回到王兰西的身边。 乃生乃气地说道。 嗯。 王兰西和萧灵儿齐齐点头。 随后一行人向远方破空而去。 可惜了。 木龙死了就变成一堆木蟹。 都没尝到木龙是什么味。 路上。 楚心一脸惋惜地说道。 是啊。 一堆木蟹。 连烤都没法烤。 楚臣也连连点头。 还小声都浓道。 爹爹说的万物皆可烤也不对啊。 这木龙就烤不了。 众人齐齐翻着白眼。 这两个小奶娃还真是无时无刻不响的烤肉。 和吃烤肉。